趁着父亲节 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新北市家房中心来慰问一线男性社工 侯友宜市长以过去身为警察同为一线人员的角色 来说明社工及时关怀与协助 能够预防社会案件的发生 也是社会稳定的力量 新北市长侯友宜带着向日葵花束与乖乖前往新北市家房中心 关怀一线男性社工 新北市扶元广阔 社工人员得上山下海服务需要协助的弱势 市长以过去当警察的心情 说明志工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 像弱势家庭 家暴 性侵 高风险家庭 这些如果你不在第一个时间给他妥事的给予 辅导 协助 甚至帮他解决所有的困难的话 那当然这当中警察跟社工就是同样的心情 如果能够极少介入 极少帮他解决问题 他往后手碰到问题就会更少 中央统筹分配税款 新北市每人分配是六都最低 尽管如此 新北市人投入大笔预算增加社会福利 更成立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与善心人士携手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我们这三年大概新增加了61亿的社会福利 尤其我们发动了一个叫做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这两年多谢谢新北市有爱心人增多 全台湾有爱心人增多 社工总是默默付出照亮社会角落 他们的协助与及时关怀就像爸爸一样 是社会的稳定靠山 感谢观看